农历的七月,在中国的民间习俗,都是超度祖先皇陵。 居士林也在这个期间做一个月的超度佛事。 李莫元爵士邀请借其法司来做事。 超度到底有没有效果?有没有必要?是不是迷信? 这些问题都存在一般大众的心里。 应当要很清楚地理解。 首先我们要肯定,人死了以后,决定不是一切都完了。 人死了以后,肉体是死了。 它的精神现象依然在活动。 就像我们每天睡觉一样。 睡觉的时候,身体是休息了,禁止的。 可是精神依旧在活动,它会做梦。 梦也就是说精神没有停止,没有休息。 还继续不断在活动。 那么只要动,现代科学家都知道,动就产生波。 而这个波决定有影响。 对它本身有影响。 对本身以外的环境有影响。 换一句话说,这个鬼神的活动发出去波动,对我们有影响。 如果他们不安,我们的社会就不会安定。 他们不和谐,我们社会就会有动乱。 那么这是现在有一些人说,五行的。 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我们耳听不到的。 我们身体接触不到的。 但是确确确实实存在。 确确实实对我们生活有影响。 于是祭祀归神,在中国古人看作人生第一桩八糟。 我们看中国古离。 古离里面的地类就是祭祿,就是祭祀。 那么佛法讲超多。 这一段事情,《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可是还有一些人非常肯定的。 确实有不少人亲身曾经经历过的。 我们同学当中,无论出家再家,最常遇到的亚鬼。 这个时候,你睡着的时候遇到亚鬼,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全身僵硬,动弹不得。 好像全部被他控制住。 许多人遇到过,不止遇到一次。 那么这是无形的。 为什么会叫一个人动弹不得? 有的时候会叫人汗毛之术。 那么这个在现在的科学所说的波动的现象。 他的波,他那个波比我们的波强。 我们受他的干扰。 那这个无的波,就会叫人恐惧。 善的波,叫人得安慰,得欢喜。 一念善,一念恶,只要念头动,都会产生波动的现象。 这个道理不难懂。 那么人死了以后,究竟到哪里去了? 这个道理不难。 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很明白。 他如果没有尽心, 他就不能恢复他正常的活动。 正常的活动就是佛家讲的三昧。 一定要了解四十真相。 佛法里面称之为明心坚信。 他的活动是正常。 正常叫一真法界。 没有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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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愈往下走 我的波越多 我的念越多 我的皂责越多 这种波我们要结束到 产生一种不良的感受 从善心 善行生出来波 我们接触到感觉到很舒适 所以人确定不是死了 一切都完了 不是的 那么超度的佛思对这些无形的产生相当大的效果 超度佛思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讲经说法 训练到这些鬼神 学悟修善 学悟到这些鬼神 皈依三宝 接受佛法 当然超度的人还有一个愿望 希望他们都能够往生净土 所以超度里面是时 这个轨道 激过得多 它缺少也时 虽不时 不时也时 等于说 请他们吃饭 请客 这个是财不时 为他们受罚 就是罚不时 所以一切超度的法会 总部外 财法无微三种不时 这个不时的效果 完全看主持法会的这个人 这个法司 这个法司 如果有修行 效果就大 没有修行 完全照这仪规去做 效果就小一点 比如说 供养 供养饮食 一定要念变食 变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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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无形众生太多了 你这一点点东西怎么够 一定要变食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可见的一切法随心所转了 你的心真诚 信量很大 气力就变食方 境界确确实实是随着念头再短 如果我们用真诚心 清净心 恭敬心来念 便是真诚 确确实实能够令这些无形的众生都得到饱满 随着主持的这个法司 他的修学的功夫 他心量大小 他这个辨识的范围不一样 所以他这个辨识的范围也有大小 我们虽然是凡夫 不舍不能做 诚心诚意地做 行 决定有效果 这个陈范 陈范也是常说的 念咒的时候 这个时候陈范去念 一个咋念都没有 这个咒就有效 正跟那个道士画符一样 他这道符整个画下来 不起一个念头 这个符就念 如果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妄念夹杂里面 这个符就不灵了 那么咒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咒越长越不好念 为什么呢?很难达到清净心 也就是很容易有妄想夹杂 那么咒是越短越好念 所以古人说的念经不如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 道理就在这里 一部经很长 很容易夹杂妄想 那咒呢 比佛经短 比经短 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里头不容易夹杂妄想 你说灵不灵 没有别的 灵不灵就看你沉不沉 沉不沉就看你做里面有没有夹杂妄想 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那就灵 反复做了也灵 只在你做的时候 你这一念真诚 做完之后 大妄想 没关系 暴离在此地啊 所以这个做超度伐势 参与超度伐势这些人 松金念咒的这些人 如果在你松金念咒里面打妄想 那罪过无量啊 鬼神要找麻烦 瞧不起你啊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才想着怎么个做法 这种做法对鬼神确实要利益 那么他得到饮食 他闻到佛法 这个在我们现在一般讲 都是所谓叫机会教育 请你吃饭之后来给你讲佛法 平常给你讲佛法你不听啊 找你来你也不来啊 现在请客把你请来了 一面吃一面给你讲佛法 你不听也得要听 他听懂了听明白了 恶念就减少了 善念就增长了 对他自己本身有利益 对于社会一般大众也有利益 这个道理在此之下 那我们看到《地藏经》上讲的光物女 那真是超度的模范了 变形了 这个是真诚到了极处啊 产生不思议的效果 一个人造作重罪 斗到地狱 要想从地狱里面出来 那谈何容易啊 这个超度绝对不是一般的调度方法 如果说是自己的家庭眷属 那我们都在阿弥地狱 我们照着仪归来做极天佛寺 拜个水灿 凉黄灿 甚至于水路发挥 在我们佛门里面打个佛七 或者打七个七 能不能有效果的超度呢 很难 为什么呢 这种形式 短暂的力量达不到 他在墨鬼道 行 能得一点受用 他要在地狱道 不行 我们这个超度力量太小了 打不到 他还是要在地狱里说这 那要怎么样才能成就呢 这个发挥当中啊 这个发挥当中啊 超度的人啊 主持超度的人啊 真诚到极处得三宝加持 他自己正过了 那这个消息就持续成就了 而超度的这个发挥 最有效果的就是念佛 我们在第三年看念佛啊 念佛这个发文简单容易 稳当快速 普罗门一日一夜 得一行不乱 他不是功夫成片的 念一天一夜呢 这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正念佛三昧 正到念佛三昧 他就不是凡人 他是菩萨了 所以他在定中 见到地狱境界 到地狱里面去参观 去访问 你看鬼王见到他 或者称他菩萨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自己念佛 要不能念到一心不乱 不行啊 你没这个力量啊 所以他的母亲 从地狱里面 身套离心 他母亲凭什么身套离心 凭福福德 他什么福德呢 他有个孝顺的女儿啊 因为自己堕落 逼着女儿 不能不用功修行 如果他自己不堕地狱 他那个女儿还是凡夫 决定做不了佛桑 平常念佛 不会那么真诚 不会那么恳气 换一句话说 不可能有这么殊胜的相父 所以他那个女儿 超凡入圣的 谁帮他忙 超凡入圣的 他母亲啊 女儿果然成了菩萨了 这是他母亲的父啊 他凭这个身套离天天 如果他女儿去念佛 念一天一夜 念七天七夜 是个散乱性的念 并没有很肯切地去念 依照这个念 没错 是念的七天七夜 心里面 是非人物 贪嗔痴慢 一点也没写掉 他母亲能不能成天 不能啊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没有成就 你就帮不上他的忙 你有成就了 今天他是菩萨的母亲 菩萨是因母亲而超凡入圣 所以自己得的功德 七分之六 自己成菩萨的对性 得七分之六啊 被超度的她母亲得七分之一 身体 你看看光沫女就差一等 光沫女也是念佛 她在梦中见到你 不是在定中 这个功夫比婆沫女差一等 她能够有这样的殊胜感应 也算是不错 我们在经上看得很明白 光沫女念佛的功夫是道功夫成品 那 婆罗门女那个念佛的功夫是一心不乱 至少是四一心不乱 道理在此地 我们要主持这个超度的佛司 能随闻入惯 自己固然呢 入了境界 那这个被超度的人 这个古报之殊胜呢 不可思议 自己真的超凡如胜 自己真的超凡如胜 真的有效果 效果大小 全在主持超度的这个人 所以这些无情的无形的众生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数量太多太多 比我们肉眼看得到的众生 不知道要多多少倍啊 他们的活动跟我们息息相关 他们的这个这个心的波动 我们这个思想念头的波动 交互直成一片 像网络一样啊 不但影响我们精神生活 影响我们物质生活 那只影响整个地球 今天地球 大家说 生态环境破坏 生态环境异常了 真正原因呢 这个波动是主要的因素啊 那么这是现前科学 还没有能够达到的 将来科学家了解这个四世真相了 为时已晚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所以现在对佛法主讲的这些理论 知道的人是少数 极少数啊 我们这个极少数 如何要认真地修学 不认真修学 换句话 你讲经说法 你的说服力就很差 人家不相信 自己一定要真正 要真正 要真地修持 真实的功夫 才能教人相信 还要有大力的护法 还要有大力的护法 来帮助我们推动 教化一切众生 使一切众生 明白四世真相 然后就知道怎么做 才能真正得到自立立堂 圆满功德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